台南千里谷聊聊财经事 财经实际和大家一起从历史角度解读财富密码 上个礼拜五发生了一件对我们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 外面哥看整个周末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003航母福建号下水 这件事情的确很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里程碑 正式宣告了中国的海军要由前海进入到深海 整个国家力量的延伸可以透过这艘003航母福建号 得到一定的彰显 另外一点大家都知道 数亿禁而封不止 现在国际地缘政治来讲是相当的险恶 我们要保卫我们的海江 要维护我们的主权 要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海军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的这个海军呢 又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决定在制空权 不管是基于全球投射的角度 或者这个所谓近海反介入的需要 这个航母对中国来讲 现阶段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外民哥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谈谈003 我们今天的封面 National Economy National Economy什么意思 就是国民经济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军事 这个是由军事专家他们去解读 照一说航空母艺非常贵的 然后保养维护都需要大笔的资金 你这个经济体量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话 是不足以扛齐 这个建立航母舰队的这种能力 如果从这个GDP购买力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中国国防建设的支出 其实已经跟美国不相上下了 虽然美国一年的国防经费 高达8000多亿美军 是中国的三倍多 但是美元的购买力 平均购买力 是不如人民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用购买力的角度来看的话 的确有这个能力去负担这个航母 那这个也是基于 这个夯时国民经济的结果跟必要的措施 我们接下来看这张图所显示的两张照片 这个左边就是上周五 003下水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甲板上面还有供盆 这个供盆就是装电磁弹射 还在这个西装之中 还没有完成 所以要用供盆把它给遮蔽起来 进行室内的作业 我们再看看当年 这个全球第一艘 采用所谓电磁弹射技术的 美国福特级航母 它下水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电磁弹射的设备还没有安装妥当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甲板上也有这个供盆的影子 那基本上大家都认为 这个003最大的特色 虽然它的排水量 这个达到了8万多顿 刚刚满足这个所谓大型航母的这个标准 但是跟辐射级航母比起来 这个它属于超级航母 这个排水量超过10万吨到11万吨 那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是传统动力 那么福特级航母是核动力 但是却跟它采用了同一级的电磁弹射 这个表示中国载载方面的技术 可能比美国更加先进 那好不好用呢 等两年以后 这个003完成了西装 完成了海事 交给这个海军 形成初始战斗力的时候 就可以一目了然 到底谁的技术好 因为现在福特级航母的电视弹射 其实问题还很多 实物率太高 这个军舰一不小心 万一没弹好就弹到海里头去了 那这个是这个003最大的特别 也是其他国家看 中国在形成航母战斗力过程中 到底技术等级到什么程度 一个很重要的评估指标 万民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这张照片 是万民哥替大家找来的 这个图的这个左边是1977年 台湾地区那个时候有家造船厂 叫做中国造船厂 他呢所建造的一艘 当时全球最大的游轮 排水量达到45万公顿 全长390公尺 庞然巨物 全球第一 这个1978年就是撤烧 完成以后 日本的驻友造船 他又建造了一艘更大的这个游轮 排水量达48万公顿 但不管怎么样讲 1977年 这艘取名为博马奋进号的游轮 为人类造船史上写下了一篇难忘的记载 这个由台湾地区当时的这个中国造船厂所制造的 这个图的右边是1981年 这个博马奋进号下水四年以后 大连造船厂 这个完工的中国第一艘 按照国际标准所兴建的散装货轮 排水量多少呢 2.7万吨 也就是说到1981年82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大陆的造船能量跟技术 还比不上台湾地区 但是几十年过了以后 台湾地区现在的造船量 如果就个别区域来做排名的话 已经排不到前十名了 这个每一年的轮船的造船量 大概是在50到70万公吨之间 占全球大概只有1.5%左右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造船的能量 已经达到了40%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这个国家政策非常重要 这个1971年 这个台湾地区那个时候的统治 是这个蒋经国 那么基本上呢 还晓得实实在在 勤勤恳恳地办一些事情 但是蒋经国过世以后 这个政府就没有再提出相应的措施 它不像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对于各种政策 这个造船工业的发展路线 有明确的目标 所以几十年下来以后 天然之别 命运大不同 这个造船业在台湾 就是行将就目 但是中国的造船业 这个真正日上 从003航母还有近年来 中国的这个海事工程方面的种种成就 就可以证明中国是有这个条件 成为真正的海洋大国 这张图里面所显示的 是万民就替大家找的一个资料 这个图的左上角叫做蓝金二号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钻井的深度可以达到15万米 不得了 那再看看左下角 这个是台湾地区一家 排名全球第六大的集装箱 这个航运公司叫做长荣海运 它委托中国所制造的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 这个轮船 可以搭载2.4万个标准集装箱 这个事情万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这艘名为长饭号的集装箱轮 这个属于长荣公司 长荣公司的老板很特别 他们长期以来 都把他们公司的船交给日本去制造 那个时候台湾有很大的造成能量 它也不会交给台湾地区 他就相信日本的技术跟品质 但是这几年 随着全球集装箱轮的大型化以后 日本已经没有能力 造2.4万个标准集装箱的集装箱轮了 所以长荣海运就放弃 它过去把船全部交给日本人制造的 这种策略 现在开始把所有的业务需要 都交给了中国大陆的造船厂 这一点可以证明 中国的造船工业有多厉害 这个003航母下水之前 在端午节的时候 上海长新造船又下水了一艘船 就是供游客使用的游轮 制造游轮的排水量高达13.5万公吨 是属于大型超级海上游轮 船东是谁呢 是美国的嘉年华集团 还不是中国自己的这个游轮制造商 这个过去做游轮最厉害的 就是意大利跟法国 亚洲国家韩国日本 都没有这个经验跟能力 那么中国是亚洲第一个 有能力建造超级海上游轮的企业 大家不要看 这关游乐的船 好像看不出什么科技含量 万民哥跟大家举一个数字 这个船的零件高达2500万个 参与这艘游轮建设的供应商 高达500多家 万民哥在台湾认识了一家 造游艇的老板 后来在珠海投资 他告诉我他有参加这艘游轮的建造 为什么呢 他们坐游艇厉害的地方就是 做室内装潢可以做得最漂亮 所以他也被请来提供相关的建造的资源 我们再看右上角 这艘叫做中国级散装货轮 40万吨 全世界最大 只有一个国家能造 就是中国 平常讲散装货轮的技术含量 是比较低的 但是能造这么大 也早是不容易了 看右下角这个 是中国所造的可以装载17.4万亿立方公尺 天然气的LNG运输船 这也是全世界高科技 而且又是全世界最大的 你看这个图里面 大家就不难理解 这个中国的造船业 现在强到什么程度 所以照003某个角度来讲 对中国来讲 从供应链 从造船的时效 成本来讲 绝对不是问题 很多人就问说 我们为什么要造航母 这个问题万民哥很难回答 万民哥替大家 找一个人来帮你们回答 英国人来回答 大家看这张图所显示的 是去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 第一次进行远洋的海上训练 或者巡逸 从伦敦普斯茂斯港出发 一路向东行 经过南海来到了东京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 平良心讲了 现在还不具备 初始作战能力 什么叫初始作战能力呢 就是船完成海事以后 交给军方 然后军方在 这艘航空母舰上 进行训练 这个装备的建立 等等等等的 还没有形成 初步的作战能力 那么他就急着 把这艘船拉到海上来 到亚洲来耀武扬威 这个英国很可怜 这个没落的日不落帝国 这个航母出海 一定要有很多的这种舰队 这个担任保驾 这个英国这几年 国力大不如前 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 那怎么办呢 硬凑了 凑了两艘护卫舰 两艘驱逐舰 那还不够 这个又找荷兰 支援了一艘复卫舰 再找美国支援了一艘 驱逐舰 六艘军舰 再加上英国海军的 一艘潜水艇 然后呢 再跟美国海军陆战队 借了十架飞机 还有这个八架 英国自己的F-35 总共十八架 放在这个船上浩浩荡荡的 到亚洲来巡逸 当然走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复航舰队中有两艘军舰抛锚了 这个折返回去了 所以呢 真正到亚洲来的时候只剩四艘了 你看还没打仗 还没打仗 就折损了这个两艘 然后返航的时候呢 还有一架调到地中海里头去 这就是英国海军接队的拉跨程度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 它还是要展现出 这个英国的海上 这个作战能力 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海军 强调的是全球部署 就不管是战时平时 它的这个基地在全球都有 那海军更不用讲了 那英国所强调的是全球投射 什么叫全球投射呢 我平常不部署 但是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美国老大哥 一声召唤之下的话 我要跟着他到全球各地 能够形成作战资源的这种能力 这就是英国海军现在的这种角色跟功能 但即便如此 但英国人仍然觉得 至少可以聊以置位 跟以前是不能比了 万民哥该跟大家看这张图 就是2021年 一沙满女王号的这个巡航的这个路径图 这个左下角的就是它的样貌 最特别的 这个有两个舰岛 万民哥觉得这艘军舰出来就是跳梁小丑 你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搞两个舰岛 当然他有讲说一个是作战指挥 一个是担任航母上航空器的起降的这种塔台指挥功能 现在都是讲系统整合的 那英国还在这艘航空母舰上 卖弄它的创意 把一艘军舰进行系统的分拆 这个设计就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那它上面所搭载的就是 美国所制造的F35闪电式战斗机 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自己造了一艘航空母舰 一艘造价31亿英镑 相当贵了 然后造舰的时间长达8年 不像我们003大概是4年 这个不难想见 英国要维护它海上的这个霸权 透过航空母舰告诉大家 它还是有这个参与国际秩序决定权的话语权 但是呢 让人家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 这个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就是出在这个英国本身的工业制造能力 这个大不如前 造一艘航空母舰对英国的财政 还有整个国家经济 National economy来讲的话 都是不可或者难以承受的负担 所以这艘航空母舰现在造了两艘 但是呢都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战斗力 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投入海上作战 所以你从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 这个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 背后的工业实力还有国民经济的这个支持 做后盾 它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海上的军事大国 万民哥跟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所显示的 日本人自己制作的一个资料 比较2000年跟2020年 日本造船工业的衰落 2020年的时候 日本的造船工业呢 占当年全球造船月的38% 那个时候呢 中国只有5% 2000年中国只有5% 韩国呢39% 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中国百分之40% 韩国百分之31% 日本百分之22% 而且现在还在持续的下滑 所以日本人非常担心这个事情 这个日本 万民哥看到一篇媒体的报道 日本人曾经是全世界 这个LNG运输船 最重要的制造国 后来被韩国超越了 现在被中国给超越了 更可怕的是 日本所制造的LNG船 上面所采用的 所使用的隔热材料 居然要从中国进口 因为中国掌握了 自己的专利权 成本 还有品质 都比日本做得还好 所以你就 这个事情就不难理解 造船工业不是一个等闲的工业 它基本上是科技 还有技术的一种整合性产业 所以人家讲为什么海军 这个舰军最为困难 就是海军的一艘军舰上 它的这种各种武器的作战功能 最复杂 就航空母舰来讲 可以说是现在地球表面 最复杂的移动工具 飞上天空的太空 另当别论 只要在地球表面来讲 航空母舰的复杂度 还有科技整合的能力 系统整合的能力 是最重要 是最强的 日本就担心它的造船月 一旦走向向台湾地区 那个局面的话 那么它未来在系统整合 在科技整合能力 会大幅的衰退 所以万民哥看了 这个新闻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人在想 试着去做一些别人国家 还没有看到的市场或者传播 所以日本今年推出了一个 最特别的船 运轻船 大家都知道新能源 现在是讲电动车 但是日本人一直都认为 轻能源车才是最干净的 但是将来大量使用 轻能源的时候 用轻做燃料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使用 轻燃料运输船呢 所以川崎重空 最近开发出一艘 轻燃料运输船 这个船其实很特别 它全部采用复合材料 因为用金属材料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运轻的过程中 所有的材料经过长期的冷冻 会脆化 我知道你们就跟大家讲 轻能源车不是像大家讲的 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强大的海军 它的基础就是强大的商业造船能力 没有造船能力的话 你不可能 这个成为海上的强国 当然美国的现在情况是例外 但是外民哥也讲过 美国将来 这个还是会有问题的 这也不是现在如此 从古就是这个样子 外民哥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 中国一度 虽然明王朝 几落不振 但是在海上 这个当时中国来讲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这个当时中国最强的海军 在什么地方 在福建 负责人是谁呢 郑之龙 郑之龙可能大家不知道 但是他的儿子 大家一定都知道 叫郑成功 这个郑之龙早期是从事海上贸易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沿海 或者全世界的海上贸易来讲 秩序都比较混乱 所以从事海上贸易的贸易商 经常扮演着道商之间 有种的角色 就是他可能是做生意 他也可能是海上的海盗 一方面劫掠 然后把取得的物资 送到路上来进行买卖 这个郑之龙的出身 就是亦商亦盗 后来被明朝招服了 变成亦商亦盗亦利 就是他不但是商人 是海盗 也是官吏 这个最早的时候 被明朝政府任命为福建游籍 就是负责福建东南沿海的海上治安 这个1633年 这个郑之龙跟当时 这个有所谓海上马车夫之称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爆发了一场海战 这个郑之龙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 从此以后东印度公司 在亚洲做生意 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外 所有全世界人到亚洲到中国附近来做生意 都要向郑之龙交保护费 这个民国初年 有一个叫做陈衍的历史学家写了一个福建通史 它里面就有政治龙算 这个福建通史里面相关的记录又放到青石膏里头 它里面怎么记载 反而海伯不得正式令其者不能往来 就是你没有得到这个政治龙许可的话 你是不能够在这个东南沿海 在中国 在亚洲去做生意的 美国列入三千金 你要到这边做生意可以 每艘船每一年要缴三千两白银的归汇 税入千万 这个郑之龙一年从这个海上保护费里面的收入 就达到千万两白银 之龙以此赴敌国自足成于安平 他就在近江 现在附近近江的正海镇 盖了一个安平城 这个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 也在今天台湾地区的台南盖了一个安平城 安平城是怎么个做法呢 海船可以直通沃内 海上的船呢 这个入港了以后呢 可以直接到他家门口 可拨船进打海 上了船以后呢 就直接到海上 去打仗也好 做生意也好 等等都可以 八明以正式为长城 就是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这个郑之龙叫做明海王 全部都接受他的号令 那郑之龙为什么会有这个能耐 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沿海地区 所使用的船叫做浮船 这个浮船可以当商船用 可以做战船用 这个就是它最大的特别 跟东印度公司的大型船来讲 也许载重量没有它大 但是更加的灵活 而且更符合大规模制造的需求 这个万民哥看了一下这个历史 明初的时候中国造大船 每一船要1000料 但是呢 郑之龙所造的船是400料 料就是用木材的造船的一个用料单位 是当时的这种计算方式 中国是这个样子 万民哥哥再跟大家讲一件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张图 所显示的是20世纪初 英国当时所推出来的无位级战列舰 无位级战列舰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早期的战列舰 基本上都是采取复口浸泡 什么叫复口浸泡 有主炮有复炮 主炮可能都是12英寸的 那复炮呢 可能就是8英寸的 甚至于更小一点 但是呢 随着海战形态的改变 特别是鱼雷的出现 这个船与船之间就避免 接近作战 因为靠得太近的话 你可能会被对手的鱼雷打到 所以呢 开始这个走向远程大炮 巨舰大炮的护轰 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战列舰就进入了一个 全大口径武装的这种趋势 所以英国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 率先开发出当时全世界第一种 全大口径重武装的战列舰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也改变了海上轮船的动力 采用了什么呢 燃油的汽涡轮机 改变过去燃煤的网复式这种所谓蒸汽机 大幅提升了船的这种速度 再配合这种大口径火炮射速的提高 重新在20世纪初 让英国继续主宰了海上的秩序 1911年的时候 当时英国这个任命的一个 新任的海军大臣 叫做温斯顿丘吉尔 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丘吉尔当海军部长的时候 穿着这个海军的这种制服 很多人都认为丘吉尔是个文人 外面就跟大家讲 他是英国陆军官校毕业的 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军人 他就强力地主张英国要 加强无位级战略舰的这种建设 这个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爆发跟丘吉尔也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他透过大规模建设 无位级战略舰 引发了英国跟德国之间的 这个战略舰军备竞赛 最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由这个事情大家就不难理解 你要成为一个透过海洋贸易 取得大量商业利益的国家 你就必须要有全球投射 全球部署的海上军事实力 这就是中国003下水最重要的意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